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早安 馬上來看一下今天的氣象資訊 今天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台北市的這個即時影像 外面看起來是天剛亮 感覺蠻晴朗的 現在大約是19度 今天降雨機率是20% 而今天是禮拜天 大家有沒有預計要出去玩呢 因為今天的天氣跟昨天一樣 其實都還蠻晴朗的 不過比較不一樣的是 有一個封面在目前台灣的北部海面 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帶大家來看 可以看到目前在台灣的北部海面上方 有一個封面是通過 目前要準備要通過台灣的上方了 所以是帶來了一些些的水氣 所以在迎封面的部分 在北部以及東北部 今天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是比較零星的 而且並不會持續太久 不過在其他像是中南部 今天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像是今天高溫 北部一樣上看27度 南部上看31度 甚至還是有點炎熱的感覺 不過像這樣子的好天氣 到了週二就會變天了 因為到時候會有 另一波比較紮實的封面 加上東北季風吹拂過來 所以到時候 全台灣都會轉為 濕濕冷冷的天氣 所以提醒大家 好天氣就到週一之前 到週二就會開始變天 不過先來看一下 今天哪裡會來下雨呢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定量降水預報 可以看到今天上半天 主要就是剛剛講到的尹封面嘛 包括是東北部這個北海岸的部分 今天雨會特別明顯一點 到了到了晚上呢 雨是一樣沒有比較沒有停 不過都還是局部在這個東半部地區 西半部地區呢今天比較乾燥 今天水氣比較少 不過這個雨到了明天週一入夜之後 就會變得更明顯 而且一下就下到週三 我們從這個北部一週的這個氣溫來看 可以看到呢到了明天呢氣溫跟今天一樣 高溫一樣上看29度 但是到了這個週二 突然像溜滑梯一樣 高溫只有20度低溫只有15度 因為呢到時候呢 有一波比較扎實的封面 再加上東北季風 而且這個封面呢非常的扎實 可能會伴隨著雷雨發生 所以週二週三都會下雨 這個封面要到週三之後 才會離開台灣 而且可以看到呢 週三呢可以說是最冷的時候 因為到時候東北季風還蠻強烈的 不過到了週四週五呢 就逐漸的回溫了 但是到了週六 又有一波東北季風又來 所以氣溫 又來到了高溫 只剩下19度 所以接下來的這幾天呢 氣溫呢可以說是變化的蠻快的 我們中南部也來看一下 中南部明天高溫一樣29度 而週二週三氣溫是有微幅的下降 低溫只有19度 中南部比較要特別注意的是 日夜溫差大的問題 而到了週四周五你看 氣溫又逐漸回來了 高溫又上看到了29度 而到了週六 東北季風來了 簡單降了 只有一度左右 還是比較溫暖的天氣 最後氣象小叮嚀要交給您了 提醒大家呢 今天呢在這個東北部的海岸呢 是發佈了強風特報 船隻作業要特別注意 另外今天雖然天氣是滿晴朗的 但是日夜溫差到 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記得要戴個小外套 最後要提醒在西半部 局部會出現局部誤的現象 所以呢這個能見度比較低 今天行車安全要特別注意了 以上氣象資訊提供給您